剑走片缝的组装方式,千元内自带读卡器,无缸热沙巴 去年十月份上手这一款,您叫套件给我留下了一个满身的印象 当然在那期视频我也吐槽了一些这款套件存在的问题 比如说安装比较费劲,上等门发光不够均匀 这一次您要R2在之前的基础上修正了这一些问题 在外观上也是有了一定的变化 这是两代放在一起的对比 左边是1,右边是2,大家会更喜欢一代还是会更喜欢二代 可以简单的弹幕走一波投票 首先在介绍这一款套件之前 还是和大家简单的展示一下这款键盘的主要结构 分成三部分,底部托盘,外壳本体和挡板 通过螺丝直接固定,整体的安装流程还是那样 就是连往托盘里面一放,排线一插 再往外壳一推就完事了 最大的优化就是这根排线了 原线可比之前上一代的扁线两件太多了 更好定位,长度也更合适 同时键盘在顶部开造部分,厚度也有所增加 起码微型轴是可以刚好推进去了 轴体的话就比较勉强,对我们手去辅助一下 针对插轴这一点,官方也是提供了一个辅助工具的 就是这一张铺在上边框的印卡纸 正面自然的坡度可以很好的挤压轴体 更好推进内打 另一方面也可以防止轴体刮身上盖 如果大家买了到手,就不要把这个东西直接给扯了 它是有用处的 键盘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外观是比较超前的 顶部灯管的删除给整机带来更强的一体质感 这种中空的外壳百分百是纯天CNC的 在加工难度上肯定也会比目前主流的 什么先压后吸或者纯压住的套件要高升不少 加工难度上自然也是曲面越多 好飞的工时就越长 具体的CNC工序我这里猜测啊 按照这把键盘的外观来说 起码要经历三次的夹具定位 夹具定位的意思就是在加工这一块 整体的外壳之前 需要用一个夹具去固定整一把键盘 以后再用这个车刀进行加工 夹具定位的不准它就会车歪来啊 那所以说就会造成一种孔位对不起 或者说是安装好了之后那档飘移的情况 那量比率也会受到一点的影响 那所以做这一把套件曲面如此之多 之后内部low攻程度如此之大 这种风险带来就是这把键盘 独树一指的外观 非常的让人眼前一亮 CNC的加工质量方面啊 左右两边的大曲面和正面过渡的位置 没有出现明显的过渡痕迹 也就是加工痕迹 这里做的是很不错的啊 上一代的阳剂版本啊 我手里的样剂这一部分是有一定痕迹的 这一代处理的就比较干净 底部的灯带附近有些微的斜向加工纹路啊 这里有微距镜头给大家展示一下 肉眼是很难观察到的 对于一把七元类啊 这个套件只要700多啊 这个表现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可以给打个90分 这次安装搭配的键帽 是直见文创新出的一套名叫 转向90度的键帽啊 键帽素材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一些不太影响使用的键位 做了90度的反转 灵感是来自于90年代 胶片相机的竖向构图方式 听起来好像挺扯的吧 但确实就是那么一回事啊 键帽的高度也是比较少见的 说少见可能不那么合适啊 应该是第一次见才对啊 原创的一套Smile高度 也就是微笑高度 可以看到在键帽下缘的一边 也就是和手指指腹接触的部分啊 它是加了一条弧度的 那正面看的话就像一条 这种微笑的一个形状啊 所以也是由此来命名 算是在原厂高度的基础上 做的一些延伸啊 简单来说就是和手指的接触面 会更大 刚用起来其实还行啊 不会像SA或者说是MDA那种啊 一上手就不会打字那种感觉 另外这一套键帽还附赠了一颗 相机素质歌型键帽 简单给大家提嘴啊 质感还是蛮不错的 至于轴体 这里用的是青州工作室开团的龙滑轴 41个触发5 12个触底 环动代工 我改信POK轴型搭配PR03的油 给的比较多 线性阻力刚稳定 触底偏柔和 简单给大家 上机来一段打击 花了一点时间把键盘装起来了 整个安装的流程基本上加上调平轴也就三十来分钟 整把键盘连轴带键帽1850颗左右 精简的排线带的组装体验提升还是很明显的 不用把太多的时间浪费在内部排线的整理上 大家需要做的就只是拧几颗螺丝贴下垫片 然后就OK了 另外我也注意到了这一次PCB 他们是有做了一定的改动的 从之前不改超的1.6毫米厚板 改成了现在的单件改超1.2毫米薄板 那理由呢也不难理解 比之前1.6毫米的厚板 在安装的时候可以留出更大的空间 方便这一个内档的推入 万一遇到那种没有办法妥协的轴体 也可以利用内档的形变来使轴体更好的安装 所以这一次的手感是非常非常软的 轻微的敲击就可以感受到非常明显的形变 这加上它本身是一个无钢的结构吧 也放大了这一种手感的传递 如果说你是一个非常喜欢软Gaskey 喜欢形变的玩家 那这款键盘或许真的非常适合你 说回键盘的结构啊 无钢插拔啊 实现的方式也是比较简单的 单纯依靠轴座提供纵向的固定 配合硅胶夹心提供横向的固定 我简单试了一下 单个轴就可以拉起PCB和内档硅胶了 轴体的话三角轴也不是不行 但这里还是推荐大家尽量去选择这种五角轴体 使用起来的表现会更加的稳定一些 然后这把键盘的数字 在这样的结构和比较少填充的情况下 能做到这样已经是一个惊喜了 无钢戈斯基带来的PCB手感和之前一代不开手的PCB 比起来会更加的柔和 打字的手感还是满的OG的 有一种特立独行的美 但键盘这个东西只要超过了一定价位 声音这方面就不存在太多什么 谁掉了谁的情况 那更多的还是比设计比功能性 这方面才是客制化键盘更应该去卷的一个方向 另外我还发现了一个地方就是内胆部分 中间区域的一致性是不错的 但是因为底颗两边这个托盘的宽度问题 它就没有设置这一个Gutsky电片的支撑位置 所以说通过视频也可以看到两边确实会更加的软一些 那这个问题在上一代后半不开槽的一代上是不存在的 在这里就出现了 也算是比较难做到平衡的一个地方 如果这个结构还能有下一代的话 我建议可以在两边适当的做一些归胶斗的支撑 在这个托盘上做就OK了 也不需要增加额外的垫片 你也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削减 可能可以比较好的解决这一个内胆一致性的问题 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跟上一代一样 上面有两个拓展的HUB接口 还有一个SD卡槽 就这玩意见一次正经一次 这两个USB2.0口这个就不多说了 可以用来插一些鼠标接收器 或者是耳机接收器啥的 这个卡槽它是一个2.0速率的协议 理论上是可以跑到百来造的 但这个东西木桶效应确实还是蛮严重的 就是说你给你的SD卡加上这个读卡器 加上这个什么传输线都得支持 有任何一个地方不满足 这个读取的速率就上不来 但是能用这种键盘的朋友 我相信基本上都是搭配这个航插线使用了 航插线嘛 基本都是主打一个外观 传输速度让它跟那些正儿八经的硬盘线比 还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说这个接口还是只能日常的来应付一下照片啥的 传视频的话还是乖乖用回读卡器 最后就是价格方面焊接和热沙拔版本 考虑到键盘本身的无钢属性 焊接版本反而性价比可能会更高一些 表现或许会更好 其次需要一定的动手能力 我这一款是热沙拔的 在PCB底部也可以看到预留的焊接位置 说不定是一个两用的PCB 后续我会问一下公众室那边 到时候会同步到评论区或者简介 键盘的购买途径依旧是Q群开团 这个消息我后续也会和大家整理好 一起放到简介 有需要的朋友自己取用就OK了 好耐心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任何以为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区留言区留言区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打开快递盒的前一秒 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会在2024年开箱一把来自2021年的键盘 这款就是HSKD的静电油双模键盘 无数网友扣这么的 非常神奇 同时也是HSKD配列的鼻祖 从上周收到这把键盘开始 我就一直在用它来码字啊 到现在已经写了有试验稿子 包括一个合集 加起来应该有个三万字了 包括Windows系统和Mac系统都有使用 所以我对它的体验其实还是满深度的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一下这把目前售价2699啊 超高价位的键盘 到底是不是这张税 首先键盘一上手啊 扑面而来的一股OG感 浅灰色的外壳磨砂强烈的PVT键帽 并且背部还有DVIP的开关 采用的还是非常传统的干电池供电啊 这些非常扫金的元素堆在一起 还别说这个键盘看着给我的新鲜感还是蛮强烈的 值得一提的就是这款键盘的外壳做工 那这种粗塞纹的塑料外壳在一些面积比较小的地方 是很容易出现那种硬粒纹路的 就是外壳看起来会有一块地方突然打了油一样 那种塞纹不够均匀 那HHKB这款键盘呢是完全没有这种情况的 整体的外观颜值给我的感觉还是非常高的 给人一种严肃工业品的感觉 就是那种十多年前的那种老式的日式电器 这把键盘能卖这么贵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它的轴体 静电永轴和大家目前比较熟悉的那种阿米洛的 静电永轴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更接近那种传统的薄膜键盘 正好我这里有一把薄膜键盘 两个放在一起对比 手感的差别还是蛮明显的 简单的描述一下就是静电永轴的大段的手感 之后它还会跟一段小段的线性手感过度 触底之后会有一定的硬接触 在大力去敲击的时候其实还会有一点那种 触底的确定感 正常的薄膜键盘它是会更软更闪的 大段的手感是从头延伸到尾 后半段没有任何过度 触底的手感也会更软 这里借用一下可乐老师的拆解片段 可以看到静电永轴内部除了胶碗 还有一圈塔形的弹簧 这里便是和传统薄膜键盘明显有差异的地方 一方面是为了增加轴体回弹 那另一方面就是为了静电永的感应触发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这款HHKB的键盘在长时间码字的情况下 疲劳程度确实会比班的机械键盘更加的低一些 可能不好说是不是心理作用 但用起来确实会感觉整个过程更加的顺畅一些 作为HHKB配列的鼻祖 它的上手适应成本还是蛮大的 对比常规的配列 左下方的CMTRL是没了 移到了大写上方的位置 并且这个CUT和TAP是做到了一起 依靠FN成绩来触发 也就是说我们平时用到的复制和粘贴 从原先的这样变成了 这样 这也是我上手最难适应的地方 其他的地方的话还好 FN移到了右下角 依靠组合键可以快速切换这个方向键 如果想切换键盘的键位 在背部这里有一个 DIP按键 配合这里有一个小小的说明书 可以切换这个Windows Summit模式 也可以把这个Delete改成推格键 整体的话操作说明还是比较明了的 这个型号它是有驱动的 但是只支持一些很基础的改建 像那些什么红录制 它是没有的 怎么说日系产品 就是更多的是依靠键盘本身的功能来实现 另外我在使用的时候还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这款键盘的键帽 每个键帽都自带了一定的出厂打油 绝对不是因为我用不出来的 是我收到之后每一颗按键都有 因为功能区上这些我不常用的键位 其实它也会有一点泛亮光 可能和当时的键帽工艺有一定的关系 对于这个价位确实是有那么一点不应该 这把键盘的亮点主要还是它独一份的手感 介于机械轴和传统的薄膜键盘之间 就很适合那种玩腻了各种机械轴体的老烧友 它可以给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崭新的马质体验 价格高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们的专利 还是掌握在国外的手里面 国内的厂商是没有办法去仿制的 所以想体验这种独一份的手感 还真就只有他们家可以考虑 小白的话就不太介意入手 目前机械轴会更值得大家去考虑 好了那是本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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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vi 后台经常有观众私信我,让我推荐104,108而且低价位预算的键盘 我都挺懵逼的,只能去推荐iKVC或者iQOO的一些存货 放到现在都不太能打了,没什么性价比 这把R104算是我的超人了,和R87一样走的是性价比路线 厂商那边给我的定价是单色基础轴版本是139元 RGB的话是219元 加20块钱可以升级到K黄和K白 再加10块钱可以升级到K银轴 如果是单色的版本的话,有21个键支持热插拔 分别是QWER和ASDF,加上方向键等几个大键 还有ESC这几个采用键位 RGB的话就是全键热插拔了 如果你不是一个比较发烧的玩家整天换轴玩 个人是更推荐这个白光的版本 性价比最高,可以获得和RGB版相同的输入体验 21键可更换也保证了后续对每个大键的DIY需求 键盘在外观方面,右上角是三道杠 末端的话就是直子灯 这个云光的处理做的还是蛮好的 中间的话还有一层光区的分隔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里可以做成108键的版本 这个设计显得右上角有点空,不太能撑起场面 在外壳的做工上比R87有一定的进步 说了外壳的消光做的比R87要好很多 我之前上手的R87外壳就有很多地方会泛油光 R104上就没有这个问题 表面的磨砂纹路平整均匀,质感OK 其他地方的设计就是R87的一个放大板 包括侧边的灯带以及分层的倒角 正面的斜切,算是这个系列设计的传承了 肩猫方面的话因为成本问题 所以说只上了一套AVS双色住宿 时间长了肯定会打油,这是不可避免的 FN层级的标记是激光雷雕印上去的 会有比较大概率把制服抹掉 特别是A和S这两个比较常用的键位 要是可以做成刺客的话 在耐用性上会更加的优秀一些 我手里这个是K白轴的版本 这个轴跟加尔隆的巨白定位是一样的 都是一个主打轻压力的轴体 37克的触发压力比G白还要轻一克 在轴体的数字包括稳定性和顺滑度上 我觉得不会比加尔隆的轴体逊色多少 解释这款键盘性价比的一个顶梁柱 键盘的大键方面不出意料的用上了 RK的新版微型轴 也就是R87的同款 除了卡的实在有点紧不太好插以外 各方面都是这个价位 甚至在往上一个价位都无敌的水平 如果到手发现有点肉 很大可能是键帽没有安装好 两边稍微按一下就完事了 至于键盘的拆解 我劝大家断了这个念头 这把键盘的卡扣非常非常的紧 而且上盖和底壳结合缝隙非常窄 如果想要无损拆解是非常有难度的 我拆开之后上盖基本上就是一个战损的状态了 内部的结构和R87高度相似 中间用了EVA的填充 底下也有做底棉 更换成了这个九指的轴座 之前是TDC的 寿命方面现在还没有办法说 无论是什么轴座 只要小心使用 一般是不会太容易出现问题的 在侧边做了几个斜切的倒角 用来放置侧边的贴面灯 这个侧面灯光甚至比主键区域的还要亮一些 拆解部分就看到这里 这把键盘出来的意义 对于这个市场来说还是蛮重要的 填补了低价位全尺寸键盘的一个空靴 而且外格的做工对比R87甚至还有一定的进步 价格方面也没有高多少 同配置比R87贵了30块钱 轴体的话我个人是推荐K白和K银轴 我之前体验K黄的顺滑度感觉是要比这个K白差一些的 也有可能是RK安卓出的做了一些升级也说不准 键盘最快会在这个月底或者双11之前上架 如果有大比例需求的话 既然还是等一等 这个键盘绝对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好了那就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观看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